然后再还有一个例子 就是在运营当中的一个AB测试 那场景就是说某一个国际网站 为了给不同的市场提供更好的购物体验 然后针对语言是否影响购物行为 这一个猜想进行了一个相关的实验 选取了若干商品依依匹配 然后匹配好了之后通过谷歌翻译 将商品的内容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除了语言不一致的以外 其他的内容都一致 然后我们想看一下 是不是用当地的语言 更能够吸引用户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或者是浏览我们的产品 那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想看一下 当地的语言把页面上的商品 翻译成当地的语言 能不能够刺激用户进一步的消费 这里面我们这边就是 目标设定好了之后 也是按照我们整个AB40的流程 然后分别去看 然后因为这里面相当于是我们设定了三个目标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从三个角度来去看 我们如果做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 它的一个效果的情况 那同样也是我们按照这个目标去搜 去收集 划分样本 就利用切割之后去收集相应的结果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 它的产品被 商品被翻译成当地语言了之后 是不是用户在搜索的时候 就更容易被搜 更容易被搜到 那这个时候我就去看搜索结果 他们之间的比较 那如果我想去看 搜到了之后 用户会不会去浏览 我就去比较 浏览之间的数据的差异情况 如果我再想去看 这个语言会不会影响用户的购买 我再去比较 它最后的商品的销量之间的一个差异情况 然后中间具体的过程 还是跟AB40那一套流程是一致的 那这里面的话 我这边就直接列出了一个结论 列出了一个结果 就是如果去比较搜索结果的话 我们会发现 P只是语言小于0.05的 它是有显著性的 然后如果是把我们这个产品的语言 从英语通用的英语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的话 它的搜索结果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然后如果同样的是 在商品浏览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把商品的语言 从英语翻译成当地的语言的话 它会有也有很明显的提升 因为它的P值是0.02 也是小于0.05的 然后但是在商品销量的这个上面的话 P值是0.48 它没有达到我们这个拒绝原件式的一个标准 所以就是我可以认为 那把商品从英语翻译成当地语言的话 对于商品的销量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那这就是我从AB测试 从收集到数据 然后做假释性检验 得到的一些结论 那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要根据这个 这些我们得到的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就要去做进一步的分析 或者是说对这个结果进行一些我们自己的那个解释跟梳理 那比如说为什么搜索结果会更好 然后商品浏览会更好 就是因为当地语言肯定是会比英语更具有吸引力 这个大家应该以应该自己也可以很容易理解 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要去买一个去电商网站上去看 如果看的都是英语 那大家肯定是看起来会很麻烦 但是如果把英语都转成汉语的话 大家会看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当然自然会提高我们的搜索和对于商品的浏览 但是在从看 在从这个商品销量上来看的话 商品销量并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 也就是说它的一个转化率并没有提高 那为什么没有这个转化率没有提高 那我们作为分析师可能就需要 就要去分析一下它背后的原因 那这里面我们列的一个就是 当地语言可能是会带来更多的流量 但是由于可能我们是用谷歌翻译 它的翻译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那么对于某一些商品的描述 可能并不符合当地语言的一个描述的习惯 或者是说它的描述出现了一些 奇异或者是偏差 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吸引用户 来购买这个商品 那这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AB测试 设定好了目标 确定好了指标 然后上线 得出数据 结果 最后给出我们自己的一个分析跟报告 那就是整个运营当中的一个AB的测试 比如登场 李继琦